银落是宝珠之类 以宝供养 床 帆都可以知道的 蒸就是布曼类 钙是宝钙 以这些庄园道场的东西来供养法法精 或者是用香油 很香的香油 涂抹在这个法法精的金盒子周围 来表示供养 酥灯 点灯供养 酥是酥油 奶油 用酥去点油灯 那么这个灯的点出的 这个发的火焰 不但没有错味 而且有香味 有这个酥的香味 所以用酥点灯 这是印度才有了 我们中国人平常都是用油点灯 那么普通的一般的 例如说植物油之类去点灯 那么用酥去点灯 只有在重泉印度比较有这种的点灯 那么用好的油点灯功的也是一样了 不能用那个发臭的油 比如说石油不能用石油 很脏而且又臭 用那个灯点在佛前是不好的 那么以前没有油的时候 往往也用这种石油 用这个种子香又尊贵又清净的这些供品 来供养法法经 跟供佛供菩萨一样 来供养这个金卷 世人供的无量无边能生一些种子 世人只晓得文池供养的人 他的功德无数量无边际 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因为他就能够生发起一些种子 生就是生起的意思 从此发出他本有的智慧光明 那么如法修学佛法 将来能挣到佛果上的一些种子 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 所以法法是佛的智慧 那么你依法法经的修学 就能得一些种子 成就佛的智慧 这就是文池供养 下面第四段 身性贯成 这个身性贯成不但是在佛事 一直到灭度以后 照样能够成就的 不过是越佛事来说明贯成 欧依多 若善男子善女人 文我说寿命长远 身心心结 佛对弥勒菩萨说 欧依多 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 或者有善心的女人 这里是男女有分别了 善男子指男的 善女人指女的 这通途指一切人众 如果当时在灵三会上 听到佛说这个寿命长远 就前面修亮平的道理 知道佛救援就成佛了 那么对于这个道理 所以他听了之后身心而信结 深深在心地中生起信心 而且能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人呢 就能够依法修观成就下面的观景 这位见佛常在七邪苦山 这个人因为他能如法修观的缘故 常时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就在七邪苦山 说法法经 七邪苦就是零三了 就是现在这个说法的这个零三 就是王色诚附近的 就是佛说法法经的地方 那么佛在世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佛在零三会上说法 就是佛灭度后修观成就的 照样能见到佛在零三会上 说法法经 等于智者大师的贯成情况一样 那么看到佛 供大菩萨 诸生文众 围绕说法 看到佛在零三会上 有很多大菩萨 很多生文众 围绕在佛的身边 在哪儿说法 那么就是零三一会 延然在前 零三一会 延然在前 就是已经佛灭度两千几百年了 假如你能够如法修行法法经 那你照样能看到释迦牟尼佛 还在零三会上 在哪儿讲法法经 还是延然在前 并没有入灭 还在零三会上 那么下面是见到更殊胜的境界 有修贯成就 而见到这个方便有余图 十报庄严图的那种俗胜庄严 就是在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释迦牟尼佛净土里面 他不会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五卧师 都看到那个清净庄严的境界 所以说又见此娑婆世界 其地流离 他同时也能看到 在这个娑婆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地方了 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 这是他的净土 我们众生看到五卧师 但是 欧罗汉以上的圣贤看到的都是方便有余图 十报庄严图 长吉王敬图的境界 他看到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其地流离 大地都是流离所成的 青色宝所成的这个大地 当然平正没有高山 都是平而正的大地 这个平正情况 前面授记评讲过很多 严福坛经一戒八道 既然平正他这个路怎么样分别呢 东西南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八象 多用这个严福坛的经 做旋直 来做这个路的界限 所以叫做一戒八道 八是八方 八方的道路都用严福坛经 严福坛是最熟悉的这个经 就是严福是圣经 圣经就严福提 那么要用这么熟悉的经 去做八方的道路的戒 所以叫做一戒八道 饱受行列 路边呢有好多的七宝寿 像基督世界一样 一行一行的排列很整齐 珠台楼罐 这里有好多宝台 宝楼 罐也是楼房 阶系宝城 通通都是众宝所成的 其菩萨座 贤处其中 好多大菩萨都住在这些楼窝里面呢 在哪里做度化中山事业 若有能如是贯者 当之视为身性解像 如果晓得这样子修贯 那就显示他的贯境 属身呢 所得到的果报 所见的属胜境界 也就是如此 流离宝地 一直到菩萨都住在里面 这就是说明啊 这个 就在娑婆世界 能见到方便有余图 身文人 欧鲁汉所看到的那种 清净庄严的圣经 那么菩萨独注在里面 那就是十报庄严图的境界 菩萨看到的是十报庄严图 身文看到的是方便有余图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 这个所有的地方啊 都是有高山啊 深坑啊 不平啊 可是欧罗汉都在这些地方 在哪里安居 所以在大陆啊 像天台山啊 清凉山啊 经常都有 罗汉境界出现 那欧罗汉都住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凡圣同居啊 他住的是圣贤的地方 就是方便有余图 菩萨的地方 有十报庄严图 五台山 文殊菩萨教法的道场 我们看是一个三 可是在文殊的境界里 就是十报庄严图的境界 所以这种的清净庄严 那么修观就能成就 只要能够具备这种的身性解像 那你当下就能够贯成这个方便 有余十报庄严的俗胜 身文菩萨的境界 前面是说明 佛式的 就是所谓现在四性 现在四性的第四身性贯成 可以一直通到灭后 甚至末法时代的众生 能够如法修观 一样能见到 零三一会 隐然在前 所以这一关是通缉后来 再往下的经文 灭后无凭 明灭后无凭 灭后 佛入面以后 释迦牟尼佛入面以后 世间上能够依无凭修行的人 那么所得的功德利益 随其功德之大 分别这类功德 说明灭后无凭 也有两段 第一 列无凭 列无凭 出格量 后世凭功德 把无凭的名词列出来 出向的比较一下 格量就是较量 较量 比较一下 这个随喜的功德 因为详细在后边随喜品 所以 极致下第二 随喜功德品 广格量 出品功德 所以这个明灭后无凭 一直灌到后边 灌到后边 随喜功德品 随喜功德品 也就是属于这一颗的范围 现在方便功德品 剩下的后端 就是列无凭 出格量 后世凭功德 因为随喜品的第一凭 流到随喜功德品 再详细的比较 较量这个功德 那么因此 这个叫做出格量 就是出脚量 那么这一段 因为经文有常文有俱松 就算着这个文字分两段 第一 常文 第二 俱松 常文有五段 第一 起随喜心 第二 加受持读松 第三 加教人 第四 加奸行六度 第五 加奸行六度 这就是无凭的名目 随喜读松 讲说 教人就是讲说 奸行六度 奸行六度 这个叫做无凭 这就是无凭位 就是通达这个方法 这就是属于明治 明治即佛 我一当时 林江要入灭的时候 他有这么一首 有两句话说 明治位中 真佛言 为之 毕竟 复何人 那么 欧伊达斯 他自己承认 他是 正道 无凭位 在修行的 结尾上 他只是明治即佛的 无凭位而已 可是 他林江灭渡 这个无凭位的 这个 正佛言 要交给谁 还找不到人 可见 这个末法众生 真是麻布袋 一代不如一代 很差 这个智泽大师 他是 真道 观心品 而 偶尾大师 他是 明治即佛的 真佛言 可是也没有人好教了 那么我们现在 这些人都是礼记 礼记佛 我们还没有摸到门路的 那么 就按照这五段文 随喜详细在后评 这里只是大概的比较一下 经文说 又不如来灭后 科半明灭后 就是根据这句话 如来指释迦牟尼佛 灭渡之后 就是八十岁入涅盘以后 这一生的印生 圆满 入面以后 若闻世经 如果有人听到这部法法经 而不悔之 听到他不会不信 不会不信 就不会去毁谤 之 嘴巴说出的毁谤的话 叫做之 不悔之 就是不会毁谤 既然不会毁谤 生信心 就是 起随喜心 内心生起欢喜心 随喜心 当之以为 深信解下 这是粗格量 粗粗的比较一下 随喜功德 应当要知道 这个人呢 已经是有深深信解 这个法法经的内容的道理 这是他的相貌 能够了解法法经 所以才能够随喜 随喜两个字 看起来简单 内涵很深 在后边随喜功德 评 再说明 这是简单的提示 下面是第二 加授词赌松 就是无凭的第一先随喜 第二是赌松 再从随喜之外 再增加赌松 那么有两端 第一标仁相 第二格量功德 标出这种能读诵的人 何况读诵受识之责 何谈叫做家 就是因为这个下面那个 何谈两个字 这是连上文来的 不但随喜 再进一步能够读诵 所以叫做何谈能够读诵 能受识的人 所以这是说明这个能受识读诵的人 就是叫做标仁 人的能形成的相貌 下面是格量功德 就是较量他的功德 使人这位顶带如来 这个人呢 等于他头顶上顶带佛来进行 显示他已经接近于佛的无上菩提 顶带如来 无许多 是善男子善女人 不须为我扶起他事 即做生方 于世事供养众生 这个人能够随喜赌诵受识啊 无论是善男子善女人 他不一定要去见他供养佛啊 也不一定要做生方来供养生啊 也不一定要事事供养众生 并不是说不必做 而是说他刚刚才随喜读书啊 要专一起心 要使这个修道修行的功夫 专一的缘故 这个时候他还不需要去做建台呀 修身房啊 事事供养啊 这类的事啊 他暂时可以不做 不要把这个不需两个字误会 以为说不必做 不要看着不必做 不是不必做 而是这个时候 他还不能够做那么多的工作 第一先随喜 第二就受持赌诵 好好的受持赌诵 他功夫要求赶快成熟 所以不能做这些福的事业 这个时候不需要去做 那后边就要了 所以后边有奸行 有阵行吗 所以可见 这里所说的不需要 只是说你刚学习 开始学的时候 还不需要 这个不需要不是不必做 而是说你现在要注重在读诵授词 等到读诵授词 有所成就以后就有需要了 所以这里比较他的功德 就是说你现在还不需要 为什么说不需要呢 所以者和以下 为什么不需要 下午呢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再讲 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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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